我们继续早上的 我们 李玉玮的 建议案 我们李美玲玮玮发言 今天针对早上的这个提案 我在想或许有很多人会质疑 为什么我会有这么样的 强烈坚定的立场 那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 应该是可受公平的 也就是说我把它提到 就是我们总共有11个人提案 11个人提案加联署 然后希望能够透过基地委员会 来维护基隆市议会的尊严 因此呢 那当然就说包括有一些议员 说这不一定是这样子 他们希望说重听 那是不是说建议这个议长 可以让这段话 我们可以再重听来受公平 看这样子是不是 已经严重侮辱到 所有的这个 当那一届的所有的事业 当然还包括现在还继续连任的 以及基隆市政府 所以呢我们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基隆市政府 在那个时候也有人是还是现在的这个政务官 事务官 所以是不是可以再重听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议员 他当初针对这一番话 枪肠动物质这个用词 是不是有侮辱的意思 还是都没有骂人的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没关系我撤回 那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应该是要为了维护基隆市议会的尊严 我们应该要送基隆委员会 这是本席的建议 谢谢 我们议员同仁还没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议事主 请把我们苏仁和苏议员 谢谢议长 我想我们这一个事情 关于基隆委员会的事情 我早上一再的讲 就提过说 本席坐在主席台上面 我想议长你 我想你也坐那么久了 你也曾经看到台下我们各位同学的发言 有时候是因为 故意的也好 或者意气填衣的也好 有时候发言都会超过 别人听起来就会很适合的那种意思 我想议长你也曾经也会听过 但是我们坐在主席台上面 我们也都见怪不怪 因为这几年 包括上一屆也好 这一屆也好 我想我们都见怪不怪 只要没有说针对个人 那我们大概也就算了 因为他是注意他本身的 发言内容 我早上也有说过 所以我在上面听 事实上我想了好久好久好久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我们今年 这一次的定期大会支出 我们在讨论 什么德祥号 那个漏油的事情还是怎么样 那么也有同仁 讲得非常非常的激动啊 那时候 现在讲好像是在替市政府 的这些政务官出口去 但是那时候他在讲德祥号那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讲得意气填衣 说到这样 夹夹要死的当时 说市政府的不对的当时 他也跟人家说 不能做政府啊 也想要你命啊 对不对 这样变个时空不不一样 现在变个时空 现在维护市政府这些什么 一级主管的这些什么发言 我老是这样说 讲过 我们就算 议长早上做那个决议 请我们各 我们议会各党派的议员 包括五党籍的这些各党派议员 我们自己来约束 往后 自己来约束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要这样拐下去 后面如果有 譬如还有再下一次的话 那这样的话 当然我们就可以依照提案来送机立委员会 更何况你如果要追根究底 提案的内容 那么也不见得是可以送机立委员会啊 提出来的按钮啊 所以我认为 认为还是依照你早上做的这个决议 希望我们大家各位同仁不要因为少数 现在还要再坚持 如果提案的人早上认为说 啊议长你做的决议可以 那我们就早上议长做的决议 我们来处理 那这样不就好了吗 那这样不就好了吗 这是个人的意义 我们林美宁理议员 然后陈东才陈议员 谢谢主席哦 真的非常棒哦 我们这个苏仁和主席哦 当初在审查会的时候 针对德祥号这个的话 我真的非常希望再全部再铺陈一次 重录 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针对公益的事情 做公平的话 随时欢迎来告我 或者送惩戒委员会 我非常喜欢那一段 那是我生平当中 为我们基隆市民维护挡下来了 那个整个的德祥号的污染在基隆 如果我那时候不是挺身而出的话 我相信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得到了什么 跟肺有关的疾病 所以我非常的高兴 那一段如果能够再重播的话 这个是我从政的生涯当中 我觉得我最勇敢的一次 所以呢 如果你主席有这个意见 你审查会的主席觉得 我那个时候 讲的这一段话没有的话 我还欢迎你再播一次 因为那时候我在讲 美丽亚 所以这一件的话 是已经有11个人联署 跟提案了 对不对 而且呢 是非手扣 非可以受公平的事情 而且呢 他骂的是全体的市政府 当时的官员 跟现在还在留任的官员 跟我们现在的议员 有些人他愿意啊 他觉得说 枪场动物不是什么啊 他愿意当那些 那是他们的事 但是我们不是的 一个人可以受污辱的程度 忍受度是不一样 但是你只要不去污辱人家 就可以了 你今天不能说 你已经污辱到别人 你还要别人去忍受 有这种事情吗 有这种事情吗 对不对 每一个人污辱甚至有些人觉得 我要跟他同流合污 或者是我要跟他航穴一气 那个都没有关系 个人的自由 但是我今天一直强调 我是维护整体金融市议会 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做 这一届的议员而已 对不对 我们也不是这个 金融市议会 如果要变人家当成 是一个动物实验所的话 你今天也可以不要通过 如果你今天所谓的 纪律委员会 是这样的轻轻放过 或者是不去理会的话 你就废掉吗 对不对 你就废掉吗 为什么只是做一个表面公布 来欺骗我们所有的 市民朋友们呢 对不对 这个现在维护的是 我一直说 现在维护是整个金融市的尊严 大是大非的问题 他已经把所有的 市政府的官员骂掉了 我说没有关系 他们要忍受 是他们的事情 而且我们 他现在骂的东西 还包括现在没有 还没有在 在这个议员纲位上的 一些退休的议员 那一届的议员 对不对 第15届的议员 他是骂了第15届全体的议员 那总共有32位议员 那个时候是有32位议员 他是这样的 而且整个市议会的尊严也不容 因为只是一个党派的维护 就让整个市议会的尊严 被践踏在脚底下 所以呢 我今天提出来 而且今天我们纪律委员会 为什么要设置 如果你觉得说 那只是空的嘛 那只是一个形式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天要做决议的时候 也把我们的纪律委员会废掉 就是这样 这是本人的 本席的建议 谢谢 本席早上会做那样是希望 希望我们议员同仁 今后耳后能够自律 自治 请尊重每一位议员的发言 以及每一位议员的提案 希望大家能够俯会和谐 因为我们都是为基隆市在打拼 好 但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我想 大家讲的都对了 我现在请陈东才 陈议员发言 谢谢议长 其实这句话 也不是什么 很难听的话 枪肠动物 我想我们海参也是枪肠动物吧 海参大家都喜欢它 大家都很矮啊 很矮不然矮又爱吃 零党固醇 就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我们本位同仁 我自己的例子就好 我到区公所办一个事情 替市民服务被告了三年多 我连继业员都没有啊 对吧 啊有要欺负 你就是 付出法律行动嘛 是不是 上区领委员有什么必用 就是这样 说简单就是这样啦 大家记不记得啊 公州市的那个构地案 谁去把他送别钱呢 要有欺负 做议员要有告示 像这样 因为有问题 我就直接 有法 最后的一个一个关卡就是 法律 法院嘛 是这样 那些录影带也不必再放啦 放那个都是 都是多看的多听的 我建议这个 这个主席啊 这没什么好讨论啦 我想委再重申 希望尊重每一位议员的发言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我们先请 鄭林青娘议员 发言 谢谢医长 我想 我们这个 林美玲提出的案子 那么从早上 讨论到现在 那我想很凸显的啦 这是很凸显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从当议员到现在 纪律委员会 几乎八届了 纪律委员会从来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这样子过 那么这是第一次 有史以来第一次 那么这就是怎么样 凸显 今天这个议题 的情况 所以要怪来怪去 说实在的要怪我们 吴处长 今天不提这个案子的话 就没有这个事情发生 说实在的 你今天把那个案子拿到 把那个修正案 给了 召集人 民进党的召集人 今天反过来的话 我们是执政党 反对党的人 绝对怎么样 早就把你轰出去了 早就叫你退回去 你就乖乖地退回去 我们实在很大家都很 我们我们 我们实在都 国民党都非常 非常的理性 还是在讨论 还是在讨论 然后 在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还 继续党团 每一个党团 大家召集来开会 我们议长召集来开会 我们为了整个议案 昨天还 大家提出来 大家讨论 讨论 结果怎么样 我们还是 就是这样子 一句话 没话说 昨天在讨论的中间 昨天就有人提到 这是 这若是我们 我们民党早就 见缝插针 早就见缝插针 我们听了也心寒 事实上 我们也要 见缝插针怎么样 我们早就要 请记者会 开记者会 说这个执政党 你看看 竟然把这个 最有力的这个福利 把它取消掉 把它删除掉 说实在的 我们 我们有没有做 我们也有做 我们也有要做 甚至于我们已经把那个 标记都写好了 但是我们听到 记者 跟我们讲说 不要 你看看 我们就这么的温和 好不要就不要 对不对 拜托你问记者 在座的记者在这里 我们当初就是要提出来 而且那一天 我们就把那个标题写出来了 我们就是要为这个议题提出来 提出来骂 但是我们有没有 记者 记者先生小姐就说 不要 不要我们就没有 你看看 她说你们还没有讨论结束 你们还没有做一个结案 还是不要 我们就这么温和 就这么理性 那今天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里面的一个 不管这个这个 说真的叫我讲还不会讲 枪肠动物 就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引荐出这个整个的这个议会 提出来讨论 提出来要 要把这件事情来凸显 这是怎么样 是凸显 说实在的 以前我们执政的时候 我们都很温和理性 但是民进党那时候就非常的凶恨 非常的 这个 就讲洗财力就好了 陶俭为乎 前面画胡子 画胡 后面也画胡 结果 人都走了 然后讲 讲那个张同龙 到现在 议会已经 这个张同龙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还有人在骂 你说这样子的议会 真的是让人家 真的是可笑 还在骂 还在骂以前的执政党 执政党的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什么混蛋什么蛋 就是不需要这个样子 这个引起怎么样 会引起人家的愤怒啊 真的会引起人家的愤怒啊 那就这么多 这么多人都不会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议会同仁 大家都很理性 而且非常服务认真 做事情也很用心 你不要说我们一人同仁 找来的 非常认真 没有找来的 他怎样 在外面也是为民服务的 认真的为民服务 你知道吗 很辛苦的一天24小时都在服务 所以说我们议员 大家都很认真 我们美林议员 也很认真 在做事情 所以他今天 这么多议员 他不会去讲 为什么只讲 单单讲某个议员 那也就是 这句话 当起大家的共愤 很多人敢怒不敢言 那美林竟然提出来的 因为我以前也是 基力召集人 所以我就签了 我连署人 我也有签 那么 美林她提出来的 有没有错 没有错 因为大家的心 大家都不敢说 只是说 好提出来 我们大家来讲一讲 讲一讲就好了 那今天 我们也希望说 刚才我们苏主席也讲到 我们希望将来 也希望将来以后 大家要约束约束 其实有很多议员 你们就针对你们自己的议题 你们自己想象中的 提出来讲就好了 你们觉得正确的 正对的 提出来讲就好了 不要再提到什么 战国时代 什么时代 或者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样子 大家会引起一些共愤 引起一些说 怎么把我们讲成这个样子 好像每一个人都不是 都不是一言一样 所以说 我们只是说 预众心肠也是凸显 这件事情的一个 这个严重性 大家的一个心理的不舒服 其实说实在的 民进党自己也在说 其实 我昨天开门的时候 这个人也没法度 常常看这个不懂 他要说就要说 我也是没法度 我也是很气的 所以说这一点 他自己心里要自觉 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希望 就是说 议会里面 大家是和谐的 议会里面 不要去攻击人家 说什么事 什么动物 什么东西 我们希望不要 把你自己想要说的 对的 正确的 提出来就好了 所以今天他提出来 我们想每天提出来 也就是等于 要凸显 我们希望将来以后 真正的 要约束自己 各方面的一个自律 自治 希望大家 能够以自己的想法 说出来就好了 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不要再去攻击别人 或者 影射到 某一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在想 刚才书议员提出来 这个样子的一个 希望说我们将来以后 我们各党派 希望都能够自治自律 我想 我赞成书议员 所以在这边 也希望美玲 我们就 不需要再看带子了 我想 一会是何一致的 而且美玲跟 我们这里 都已经世界了 大家都已经世界了 这世界 最深厚的感情 然后再来 还有两三年的时间 大家都是同事 所以我在这边 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 把这个带子 不用再看了 那我们就是 也希望美玲能够 也希望 这个人 也希望 我们 尤大议员 其实议员没有大小啦 说实在的 议员没有大小 那我们大家都是 平等的 那大家 我们做事情 为重 所以我希望说 将来我们 尤一言以后 就不需要再把 这个事情的影射 让大家听得很不舒服 也很不高兴 这一点我想说 在这边向你建议一下 那在这边也希望 我们每年 我们就 对我们苏主席所提到的 我们也希望说 就在这边做个结束 因为本来今天下午 大家都应该休息的 尤其我们市政府的官员 可以说 做这么久了 他们也应该有很多 很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在这美玲 我想在这边 就请议长 能够再 再给 就是说 以早上的那个 结论 来做结论 谢谢 好 我们现在请张汉 等一下 等一下 有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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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有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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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来 终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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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